上一集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闪光灯摄影六要素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演示 这是我在我室外的一个门头拍摄的 当时天空天气还不错 我就做了一个简单演示 我们用的是一支日清的MG10的一个手柄灯 当时我也是给大家做过介绍 那么我们拍摄参数非常简单 光圈固定 然后我只是调整快门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一种变化 就是我们的门头的TPV的牌子亮度 基本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天空 这个自然光的一些照亮的地方 它会发生一些变暗或者变亮的一种趋势 这就是我们在讲快门控制环境光 快门速度 快门时间控制环境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上一集我也有说过 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高速同步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是什么 就是静间快门和交频快门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静间快门 目前来说只有我们这个高大上的这个哈苏 菲斯 以及个别的富士的微单 会有这种静间快门的存在 那么它的结构呢 是类似跟我们的光圈叶片 大家都见过 只是在光圈后面还有一层光圈 跟光圈结构基本相似 但是它的片数会少 它的开合方式呢 是跟光圈一样同开同合 也说我们在一次曝光中它是打开 关闭 打开关闭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交频快门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 我们最常见的 所有的单反相机 以及我们所有的135相机 所有现在市面上的五反相机 以及我们的所谓的微单 都是交频快门 它是木帘式的 我们用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的脸是CMOS 这个CMOS 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了 前连打开 曝光 后连关闭 完成我们一次的曝光过程 那么 它的打开和闭合的速度 决定了我们的一个快门速度 但是完全打开 曝光 关闭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X-Sync 也就是说我们相机的一个常规同步速度 我们佳能的一些相机是200分之一秒 然后1D系列 或者是5D3 5D4系列 可以到250分之一秒 那么尼康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数 低端一点 可能速度会慢一点 然后高端可能能快一点 但是最高也就到320 尼康可以做到320 那在这个速度以内 它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 完全打开 曝光 完全关闭 也说我们闪光灯的工作是这样 打开 环境光曝光 闪光灯闪光 然后关闭 当我们开启高速同步之后 它的运行过程发生了改变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极端的8千分之一秒 它其实并不是用这个速度来达到8千分之一 因为这样的机械结构做不到的 它只是模拟一个8千分之一秒的曝光 是这样 它们打开一点 然后两个连一起走 扫过整个CMOS 然后模拟了一个8千分之一秒的一个曝光效果 但是对于闪光灯来说 它在模拟过程中 因为闪光灯的速度非常快 它有可能只这一段 接收到了我们闪光灯的闪光 然后到下面这段时间时候呢 闪光灯这个闪光已经结束了 它已经下班了 所以你的照片会出现上面亮 下面黑 这种现象 那这里就引申到了 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新技术 叫高速同步 当闪光灯开启高速同步之后 它的闪光模式发生了改变 我们大家看到 用肉眼去看 闪光灯其实都是啪 就亮着一下 但是其实你开启高速同步之后 它亮的并不只是这一下 很多年以前 我用试波器做过这样的测试 常规的亮法 我们闪光灯看到波形曲线是上去下来 然后它的时间非常短 几百分之一秒 或者是上千分之一秒都有 当我们开启高速同步之后 它闪光灯的波形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无论你的快门速度是多少 它这样的整个一个过程 当时我们算过大概是在11毫秒左右 也就是说它要超过我们快门的一个工作时间 即便我们是八天分之一秒的快门 实际上这个快门整个工作流程也是在6毫秒以上 11毫秒的闪光时间覆盖6毫秒以上的工作时间 这就是高速同步的一个根本原理 它是通过相机的银闪器给灯一个前启信号 让这个灯先开始频闪 让它先亮着 那我们前连后连的一个夹缝状的形式 扫过我们的CMOS完成一个整体的曝光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 我个人总结为 闪光灯相当于一支常亮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内容形式 我们的内容又对您有那么一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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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的帮助 那么欢迎您关注转发点赞收藏投币 以任何形式以各种不影响您正常生活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影响 因为只要您的支持才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因为正下所影响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bservhorn 咱们下次见 可 ост聜能